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提摩泰前书 四章六到十六节 提摩泰前书第一章我们说是 保罗祖父提摩泰 在当中有假教师会传异教 所以第一章保罗主要对比 假教师他们的信息来源 是自己发明的 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是虚伏的话 那么保罗说他所传的信息 是上帝怜悯他 看他有忠心 那么托付给他的 是从神来的 这是人自己发明想象的 在第二章保罗就提到 关于崇拜的里面 告诉提摩泰 以夫所教会在崇拜里面 要更重视公道 为人代祷 为君王 为一切在位的 那么特别教会当中的弟兄们 应当起来做属灵的领头羊 起来带领 会众 起来祷告 起来教导 第三章 我们提到保罗知道他自己 有可能会耽搁 所以他先祝福提摩泰 在合适的时候 你要设立监督 你要设立指示 监督跟指示的一些资格条件 保罗在信中就很清楚告诉提摩泰 到了第四章 保罗要继续做一个对比 我们说第一章是信息来源 对比的是假教师信息的来源 是荒谬无凭的话语 跟无穷的家谱 保罗所领受是从上帝来的 到第四章 保罗要再做另外一个对比 也是跟假教师有关 就是告诉提摩泰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那这些错谬的教导是什么呢 保罗就讲到了禁止嫁娶 进阶食物 保罗在第四章继续提到假教师的问题 这些假教师他们的信息内容背后有邪灵 有鬼魔的势力 然后呢 他们自己本身的良心已经麻痹了 失去知觉了 他们所教导的都是为自己 并不是为了要造就人 他们本身就是说谎之人 假冒为善的一群人 那对比是什么 提摩泰 因为保罗现在没有在那里 所以保罗一方面呢 告诉提摩泰 这个假教师的内容 例如有这些禁止嫁娶 进阶食物等等 以及他们所衍生出来的各样的问题 但是你呢 一个真正的教师 从神而来的 你却要相反 你要把神的真理 把神的道 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从第六节开始 保罗是要勉励提摩泰 你要比这些假教师更有影响力 你要比这些假教师更殷勤的 把神的真道教导出来 假教师的教导会败坏人 他们是有错误的动机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但是你知道 你所传的这个道理 真理是会建造人 所以他说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这些事指着 当然 就是前面 第四章这里讲的 有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当然也包含前面 一到三章保罗所嘱咐的事情 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其实是指提醒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 辨识基督耶稣的好知识 就是上帝良善的仆人 假教师所教导的来源 背后有邪灵的势力 但是你要做耶稣的好知识 你的背后是圣灵 是上帝 那你更要提防 然后积极的把这个真理告诉弟兄们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意思是说 你如果把我嘱咐你的这些事情 好好地教训 帮助教导弟兄姐妹们 第一个你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 第二个你自己会得见照 你自己会在真道的话 尤其就是神的话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就是你不仅教你自己也服从 活出来神的话 得了教育就是培养 在这里的保罗是告诉提摩泰 你如果好好的把我托付你的 把神的道好好的教导 教训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方面你成为基督耶稣的好知识 你是上帝的好仆人好同工 另外一方面 你知道当你传讲这些道 你自己也听从也顺从 你在教导的时候 你自己也被培养 你自己也被滋养 也被这些道滋养 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经历 我以前过去很多的服侍 那么我们会遇到 弟兄姐妹有困难 但是他们的困难 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 为了要帮助这些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查考神的道 开始去看一些属灵的书籍 开始为他们祷告 寻求智慧 那上帝光照我们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就看起来好像在建造弟兄姐妹 可是一方面我们也先被建造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也是这样 你去教导传讲这个道 你自己也经历这个道 你自己也在这个道里面被培养 你做一个好好传讲神话语的人 你成为基督耶稣的好同工 你一方面也被自己所传的道来建造 这是何等蒙福 可是假教师不是这样 假教师他所传的道背后 有邪灵鬼魔 那么他所传的信息 使自己昧着良心 而且使人的生命受亏损 所以是自己也受亏损 人的生命也受亏损 又被撒旦利用 但是如果你是好好地传讲神的道 你是上帝的好不仁 别人的生命得建造 你自己也要被滋养 所以他在这里刻意是做一个这样的对照 第七节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 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 是一个讽刺的表达 意思是说 这些异端邪说的说法 就是一派胡言 有点就贬义的 这些异端的教导 他们那些教导就很像世俗的言语 很像老父荒谬的话 那么保罗接着说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要弃绝那些错谬的话语 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保罗要加强第七节 要补充说明第七节 什么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呢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原来的意思是说 有生命的应许 这个生命的应许 是包含现今跟将来的 其实主要意思是指说 关于永生福气的应许 当然我们知道 永生不是只有在永恒当中才得到 我们现在就开始在 这个潜藏永恒的这个福分 我们已经开始在得着那个福分 圣灵的内柱有神的同在 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 我们潜藏了 将来在天上 与众弟兄姐妹众圣徒 众天使一起敬拜的那个美好等等 我们生命开始得着更新 开始能够去饶恕 开始改变 就我们开始在得着那个永恒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其实要强调是说 我们必须告诉提摩泰 我们必须操练敬虔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保罗不是在贬义操练身体 我们知道锻炼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 使我们肌肉更强健 比较不会骨子疏松 真的我们身体比较健康 代谢好 更有精神更有体力 其实操练身体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保罗是要做一个对比 但是相较于操练进前的话 那么操练身体的好处就算少了 这是对比的意思 就是操练进前的好处 远比锻炼身体的好处多得多 而我们都会很注重身体的锻炼嘛 该吃什么维他命啊 该怎么样饮食啊 五色蔬菜什么 我们都知道这些概念 知道这些所谓的常识 可是我们却有更大好处的操练进前 我们却忽略了 保罗的意思是 不是说你不要去运动 不要锻炼身体 不是 而是如果真的要比我们应当更注重操练进前 而这里的操练进前 从上下文来看是什么呢 其实是指着神的话 有纪律的查考 研读 背诵 神的话 当然隐身应用是相关所有的一切进前 比如说默想 祷告 禁食等等 这些也都是应当去操练的 因为操练进前 凡事意思是指说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方面都对我们有帮助的 与神的关系更亲近 对神的话语更多的认识 我们更多的寂寞 默想更多的活出神的话 更多的祷告 这些呢 都有非常非常 在生命的各个层面 都要因为我们的进前蒙福的 各位兄姐妹 这个保罗的看见 跟我们的看见 其实不一样 我们真的认为操练进前可以祝福我们的生命吗 如果是我们确实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间 跟优先次序是很少的 我们很少把读神的道 把祷告 把静默 把这个灵修 时间分别 刻意的分别出来 其实并不多 在观看这些影片的弟兄姐妹们 我觉得你们好棒 付了很大的代价 每天要收看这些影片真的也要有很大的几率 我知道感谢主 但是我们互相勉励 其实还是不够 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彼此勉励 更多的默想 更多自己的安静 求神帮助我们 因为操练进前 怎么样 凡事都有益处 第九节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显然它是引用当时的一句真言 当时候流行的话语 保罗说这句话是好的 是可信的 我们劳苦努力 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神 祂是万人的救助 更是信徒的救助 我们劳苦努力 劳苦努力什么呢? 我们说这里的操练进前上下文 主要强调的是有纪律的查考研读神的话 劳苦努力强调是保罗 为什么这么样辛苦的到处传道 并且操练进前 这件事情正是为此 因为神的道可以带来非常大的祝福 在凡事上都有益处 所以他们如此劳苦到处去传扬神的话语 就是为此 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 如果操练进前 如果操练进前 只是所有的好处中的一部分 那也不用这么劳苦吧 对不对? 可是祂的一生 最大最大的福事 就是传扬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 不是其他的 其他的东西不会成为我们最终的指望 上帝是万人的救主 上帝祂的心愿 祂心意上是盼望万人得救 更是信徒的救主 这个更是应当方译是即是 即是信徒的救主 上帝祂愿意万人得救 但是只有真正接受信仰的 对这个救恩有回应 用信心来回应的 才是信徒 才是真正得着救恩的 好 这是做一个对照 那么保罗11节到16节 保罗又继续勉力提摩泰 因为看起来 假教师的影响力 在以弗所教会是有一段时间 所以之前保罗才处理过嘛 才会说 其中有许弥乃和亚历山大 未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半读了 就是保罗之前已经处理过 教会纪律的问题 但是还有人在教会里面 有这个假教师 传这个错谬的教导 那保罗心里面也着急 他盼望提摩泰更多的有影响力 是比这些假教师是更有影响力的 但是保罗也知道提摩泰面对一些 在牧养上的辛苦 因为他相对年轻 提摩泰这里说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提摩泰大概三十几岁 在当时候也被当成是少年 他们所谓的少年的定义 但是他大概有三十几岁 所以保罗在十一节到十六节 就是提醒勉励提摩泰 要怎么样比这些假教师更有影响力 能够传讲神的道 有权柄带来祝福 十一节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 这些事当然是前面所有保罗教导过的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那么保罗告诉提摩泰 你要怎么样更有影响力呢 比这些假教师更有影响力 第一个你要做榜样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言语是不论是公开的或私底下的表达说话 行为要活出自己所教导的爱心 你在爱心上要做众人的榜样 信心对神的信靠 对神话语的忠实 还有清洁上 主要是指品格道德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免利提摩泰虽然你年轻 在年龄上 比较小 可是 你却可以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 弟兄姐妹会看见 提摩泰 现在这位年轻的牧师不一样 他生命里面有神与他同在 有神的生命 所以会有一个愿意把牧羊的权柄交出来给提摩泰 所以第一个是你必须要有榜样 第二点你要以宣读勸勉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在这段时间你要宣读圣经 把神的话 读出来 在教会很多的崇拜程序里面 也会有读经这段 勸勉 读完这段经文你要根据这段经文来教导 勸勉弟兄姐妹 唯念就是专心 意思是说你要专注在 教导神的话 宣扬神的话 当我们忠心的教导神的道的时候 弟兄姐妹 会愿意更多的信任我们 把牧羊的权柄交给我们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很多年轻的牧者 盼望在教会里面 可以赢得更多的信任 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不需要用别的方法 你只要好好的专注的把神的道讲好 你自然就会赢得尊重 赢得信任 当弟兄姐妹看见 我们的牧者很专心的传讲神的道 他们自然知道 我有困难我要来寻找牧者 因为他有从神来的话语 可以给我帮助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第三个呢 他鼓励提摩泰你要善用恩赐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不要轻看你自己得着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这里所讲的很像在使徒行传十三章 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讲什么呢 在十三章当保罗跟巴拿巴 就是在安提拉的教会里面 大家在那里祷告 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禁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很可能第二次不到旅行 当保罗到了路斯德的时候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 就是圣灵感动要呼召提摩泰 所以长老们就按手在提摩泰的身上 那个预言就是对于提摩泰的差派 那么同时有差派也会赐下恩赐 这个恩赐细节是什么 没有说很可能就是传讲真理的恩赐 或者牧养教会的恩赐不清楚 但是一定跟这些有关系 所以这里在讲那一件事 他在告诉提摩泰 上帝呼召你赐给你恩赐 而且是众人一起为你祷告 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情 就是众长老为你按手 在按手的时候 有神的差派 就是那个预言 以及圣灵所赐下的恩赐 同时在你的身上 这里保罗要讲什么 就好像我们会看到 在年轻的童工 刚刚到侍奉的工厂 比如说有些童工 含有儿童事工的恩赐 有些童工很有青少年带领的恩赐 有些童工很有关怀牧养的恩赐 有些童工年轻的牧师 传道人很有教导的恩赐 当你善用这些恩赐 弟兄姐妹就会看到说 对啊神有给你那一份 神有把这些孩子托付给你 为什么其他弟兄姐妹来带 跟你来带有不一样呢 为什么你来讲道呢 不一样 为什么你来带敬拜不一样 就是你好好的善用神给你那个恩赐 因为神呼召你一定给你那一份 你在教会里面终于神给你的托付 好好的敏锐神给你的恩赐活出来 彰显出来 弟兄姐妹就会知道说 你有上帝的护照吗 他们就会也愿意更多的信任你 就是我们讲到要有榜样 要勤于教导 再来呢 要善用恩赐 还有什么呢 15节这一说的 这些事你要因情去做 并要在此转型 这些事 当然就指的前面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的这些事 并要在此转型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怎么样赢得弟兄姐妹的信任 你必须成长 刚来的年轻的牧者刚到教会 那么教会接纳包容给他时间空间 假使过了三年两年 我们还是在品格上 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倾斜上 也都一塌糊涂 那么没有看出长进 那当然 会众对我们的尊敬就会减少 对我们的信任会减少 因为就是呢 我们知道 当我们刚去到一个教会 假使我们是年轻的同工 年轻的传道人 我们也要努力的在这些事上 努力的长进 让弟兄姐妹看见说 每一年我们都在成长 每一年我们都更有爱心 我们在说话上更严谨 我们的行为呢 更能够让人家信任 我们在品格上 更显出那个对神的敬畏 我们在传讲神的道上 更殷勤 那么我们更多的显出我们的恩赐 那弟兄姐妹就会知道说 确实这位传道人呢 他很努力在成长 我们愿意来跟随他 OK 第十六节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最后呢 保罗提醒他 你自己要 言行一次 你教导人 你要谨慎自己 你要关顾自己 你要对自己讲道 不要把道 变成是单纯的一份工作 每一个礼拜 预备一篇信息 然后对弟兄姐妹讲 可是自己却活不出来 或者说 我们自己没有先被那个道感动 没有被道激动 那慢慢慢慢 我们所讲的道 可以很精彩 可是我们自己的灵性生命 就慢慢的萎缩 我也鼓励 传道人 我们讲道 但是我们也要大量的听讲道 如果可以 我们应当大量的听好的讲道 很多在现在的时代很方便 在网路上 甚至有一些书 大量的听讲道 让我们的生命也被喂养 被建造 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自己的教导 要自己也能够活出来 你要言行一致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天理的人 救自己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保守自己不会跌倒 有些时候真的 服事的人 在这种长时间的事丰里面 忽略照顾自己 有些时候 牧者传道人自己跌倒了 在菲利比书2章12节说 就当恐惧 战经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就是 我们得救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要持守在这个得救里面 要不断的使我们的生命越发的活出来 与蒙召的恩相称 对不对 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于蒙召的恩相称 这样干颜 持续的保守自己 在恩典当中 又能救听你的人 当然我们知道是福音 来拯救他们 但是我们忠实传讲福音 上帝就透过我们忠实的传讲 去拯救听我们的人 因为我们是忠实传讲神的道 人听了 神就借着我们拯救了他们 所以这也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又能救听你的人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我们前面已经详细的说明了 保罗在做一个对照 假教师他们的教导是错谬的 而且事实上 他们这些教训的背后 有撒旦的势力 撒旦的作为 这个信息会败坏人 也会败坏自己 保罗盼望提摩太 可以传讲真实的道 这个道是炼净的 是美好的 是带着上帝的全能跟恩典的 当我们好好的传讲这个道 我们的会众得着极大的祝福 因为这个是朝廉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我们自己也要得着极大的滋养 各位弟兄姐妹我鼓励 很多时候我年轻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我信仰得着最大的造就成长 就是我被勉强指派去带茶经 那时候每一次带茶经痛苦不得了 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引导 不知道怎么问好问题 甚至呢 我经文我自己都查考 不是很清楚 但是当我每一次在那个预备 可能你预备三个小时五个小时 带茶经带那一个小时 你自己的收获最大 那每一次带好像很辛苦帮助的一些人 可是你自己得着了非常非常多 越带茶经自己就越得滋养 越服侍越去传讲神的道 我自己就得更大的帮助 要录制活泼的生命 所以我就每一节每一节不可拉掉的 我要是拉掉一节两节 搞不好你们就马上会留言 怎么没有解释 我只能够硬着头皮去查考 去理解去祷告去默想 我自己得着更多的帮助 有时候一篇的信息 我讲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我后面可能是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感谢主 我也盼望 我们不单单是听的人 我们也是讲的人 盼望我们当中 在听这些影片的弟兄姐妹当中 有更多的人被兴起 成为教导者 更多的详细的查考 教导神的话 那在这里呢 保罗也提醒提摩泰 你在教会里面 你提摩泰面对一个困难 那个困难就是他相对年轻 就连提摩泰 他都要面对这个困难 何况我们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同工 传道人 给他们多一点空间 多一点机会 从神学院毕业 不表示他们什么都懂 事实上 很多时候 我们所谓年轻的传道人 工作经历 并不是太多 很多的这个教养孩子 夫妻关系相处 可能也刚刚才在经历 那神学院教导的确实是有限 教导传道人怎么做学问 但事实上 并不是整本身心滚瓜烂熟 那么我们应当夺给年轻的传道人 一些空间成长的机会 牧者们 年轻的传道人们 会忠心的传讲神的道 会努力的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来做榜样 提醒他们 告诉他们有哪些恩赐 可以更多的 拿被神来使用 牧者们也会勉励自己 更多的成长长进 每一年都成长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 提醒我们自己的 我们有花多少时间 查考神的话 花多少时间 读属灵书籍 花多少时间去阅读 其实 这个属灵的阅读 非常的重要 这个 Eugen Peterson 他说 属灵的阅读 这个操练 是仅次于祷告的操练 所以 我们做 传道人 我们做牧者 要更多更多的 勉励自己成长 要有长进 我也想到 在我刚刚侍奉的时候 很多的同工长辈 他们怎么样疼哀我 珍惜我 我也讲过 很久以前讲过 他们知道 有一个家庭需要探访 可是他呢 他没有 来跟我讲说 传道 怎么还不去探访 没有 他就说 传道 我带你去台北 走一走好不好 我心里想 他是不是有事情跟我谈 那就说 我们顺便去拜访 某一个同工的长辈 我说 好 那我就去探访 探访完了 他就说 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 阿婆寿司 很好吃 我带你去吃好不好 我说好啊 就吃 然后就分享交通 然后回来 回来之后 我才恍然大悟 其实 他们这样好像说是 假借带我出去玩 事实上他在 陪伴我 让我去完成 本来我 应该做的 因为这一位长辈 他重病 这个身体 不舍 不舍很好了 家人希望他能够信主 希望牧哲可以去探访他 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温柔的陪伴我 提醒我 帮助我 在我服事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 长辈温柔的陪伴提醒 以至于我 能够慢慢的成长 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你是同工 我们勉励自己 要成长 如果你是 教会的长子 弟兄姐妹 我也鼓励你 珍惜疼爱 你的牧哲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真知道 这个世代需要真理 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 好叫我们 可以真实的 来操练境前 有纪律的 研读查考你的话 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默想 更多的与你同行 求你十恩祝福 让你的道 更多的在教会当中传扬 当我们讲解你的道的时候 不仅人得祝福 得帮助 我们自己也要得指养 祝你也使我们 能够 特别我们做牧者的 可以 显出我们的掌镜 在言行 在恩赐的使用上 在我们的教导上 在各方面 我们都努力的依靠你 显出我们的掌镜 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轻 主求你也使人祝福 教会的弟兄姐妹 更多学习 怎么样来尊荣自己的牧长 怎么样来珍惜 怎么样来扶持陪伴 让牧者忠心 让弟兄姐妹也珍惜牧长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作词